彭老師 什麼手面向的男人 不懂得尊重女人 其實一個人不尊重人家 不一定是男人女人 他可能對男人也不尊重 女人也不尊重 只是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特別 不尊重女人 這種男人長相 那麼我這裡把他列出了 四項特徵出來 任何一項都算 任何一項你男人有這種長相 都是不尊重人家 尤其你想 女人 尤其是你的太太 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有去不尊重 那真是災難一場 好 這四項任何一項都算 如果你越重越多 那你災難也越來越大 糟糕 女人怎麼可以不尊重的 好 我把他列出四項的第一項來看 第一項直接看哪裡 就是看我們的命功 就是印堂 所謂印堂就是兩個眉毛之間 那個叫命功叫印堂 這印堂窄處 什麼叫印堂窄處 標準的印堂 我們用自己的手指量 大概一指半 或者兩指 那就OK 可是如果你不到一指 或者在一指以內的話 你這個印堂實在就是我這邊的窄處了 然後眉毛整個蓋在一起 甚至有的眉毛之間 他不但不開朗 還有很多雜毛混在一起 印堂印堂是代表一個心胸開闊 印堂如果好的呢 他不會說只有考慮自己 也會考慮對方 對方的立場 對方的想法 就是尊重對方才是印堂開闊的話 如果說你擠在一起的話 你就是只考慮自己 只想到我自己 甚至他心情會長得 我想到我自己會怎麼辦 沒有想到人家的立場 想到人家會怎麼辦 所以這種的話 他就說不尊重 尤其是不尊重女人 甚至於舉手之勞 也不會去幫助人家 他印堂擠在一起 我做得到或不想做 我怎麼要替你做 沒有必要 所以這種相處模式非常的差 從來考慮只考慮到一方 沒有考慮到另外一方 所以印堂不好的 我們講說他人際關係一定是很差 他不只對女人不尊重 對一般也是 對一般的朋友 同事 親友都是這樣子的 我可以秀網路照片嗎 好啊 印堂狹窄的長這樣 很窄在一起 這個還沒有很窄 這已經算很窄了 真的不到一指了吧 這已經算很窄 很窄了 這種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一般人注意 除了這個 除了另外一般來講 如果印堂很窄的話 通常兄弟會打官司 兄弟啊 因為眉毛又叫兄弟公 你兄弟公都交叉在一起了 這種人他可能在 你年紀小時候可能不會 長大之後分家以後 他兄弟之間為了錢財 通常是為了錢財 為了爸爸媽媽留下來的東西 兩個會打官司 或者鬧得不可開交 最好是找這樣子 開闊 這是因為這樣子 老人會退印 我們有一句話 祖林哥不要看 最好是像這樣 你如果快點這款比較好 這慈眉項目 它是倒著的 對不對 慈眉項目 不是 因為男人到了 我們說到了五六十歲會退印 退印就是印堂退開 所以脾氣變好了 對 人際大了 自然心胸寬了 不在乎 不在乎的話 媳婦姑姑那些 走禮吵架 你做人家的公公的人 你一定要心胸寬大 所以自然就退印 退印就是印堂會 明天開始很多男生 都把他眉毛剃掉 稍微剃一下 自己會退 他自己會退 年紀大了 他自己會退開 印堂就會加大 所以說那時候 你看他一定要容納 你看子子孫孫 那吵不完 大家庭的話 一定要能夠接受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是看哪裡 看額頭 我們知道額頭是事業工 停時也是代表你的思考 你的思慮 你有沒有眼光能不能看得遠 你有沒有尊敬人家 那麼印堂的標準 是自己的手指三指為標準 三指以上四指多好 如果不到三指 只有兩指的話 不燙 如果我們印堂只有兩指 像這樣 甚至不到一指的話 就是我這裡講的印堂低線 印堂太低了 這頭低低就是 他眼光看不遠 很短視 但是看的事情只能看到目前 我剛剛講過 他不會去尊敬人家 人家也不會去 或者他不會去看 看不起人家 人家也看不起他 所以他相處相當的差 而且他比較好像不懂 人情世故 如何好好待人 他這些大概大家都不曉得 所以我們常說印堂低人 失業很難成功 就是這樣 不只對人不尊重 他的人際關係 然後他的在工作上遇到的廠商對手 大概都會搞得不好 所以生意也做不成 好 我們看第三項 第三項是看嘴巴 嘴巴要講話 人的尊重一定要講話 講出來 如果這個人嘴巴太薄 嘴唇太薄 人中平滿 人中要身材好 很清楚兩條線要身材好 如果他人中平平都看不出來 然後嘴唇很薄 我們有一句話 嘴巴的唇薄 人薄 心薄 然後講出來的話也薄 就是他講出來的話 非常的苛刻 非常的尖酸 苛破 苛破 那如果他尤其對女人的話 他以為他是在開玩笑 可是他開錯玩笑 專門講人家的傷疤 打人家的傷處 人家人家痛了 人家講話 專門講他那個地方 他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沒有 你沒有尊重對方 對方這種事情 他不想講 要隱瞞起來的 你還故意去講 他那裡那裡 他曾經發生什麼什麼事情 人家受不了 這一樣 如果對你的太太也是 對於女朋友也是一樣 在別人面前 你專門講你太太的 某個他不願意講的 那種隱私的事情 那真的是不尊重人家 不尊重你太太 不尊重女人 這種還有呢 如果在人中平滿 真的是我們講 薄情寡義 薄情寡義 這個女人 或者不要說女人 男人女人都受不了 好 最後一項 我們看一下第四項是什麼呢 第四項我們試看 如果你的全凸無肉 就是全骨凸是好 全骨凸是長全 但是全骨凸你要有肉 肉來包著表示 因為全骨是什麼 全嘛 全綠 就是你要管人家 或者管理 甚至你要掌權 但是你要管人家 你一定要懂得藝術 你要了解對方 譬如說管部下 一定要尊重部下 部下才會聽你的 心服口服 否則你只是很凸 沒有肉 就表示你管人家 只是很凶 沒有尊重人家 不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一定要管人家 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錯都是錯來別人 我自己都沒有錯 你這樣管管得動嗎 一定管不動 那如果你把這個 像來變成管理的太太 或管理的女朋友 更不得了了 你一天只要管 每天只知道你的女朋友 你的太太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要他這樣做 那樣做 卻沒有想到人家的想法 怎樣 或者他有沒有困難 他能不能做得到 你沒有 你只是想要自己 這樣全股凸凸的 男人 當然不尊重 如果女人 我們講客夫 一樣的道理 他那個個性使然 好 我現在列出的四項 任何一項 這四項 任何一項 都是說這種的男人長相 他不尊重女人 其實也都不尊重別人 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好 我們請教一下 黃尤甫老師 那些面相的男人 在金錢上 對另一半會斤斤計較 我們現在講的 不一定是有錢人 就是一般人也好 有錢人很好 對金錢 金錢方面是斤斤計較 但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不是對一般人 是特別對另外一半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 是他對另外一半 斤斤計較的 好 我們第一項來看 是看面相的鼻子 因為鼻子是財婆公 代表一個人 對錢財的態度 那鼻子這種長相比較特殊 我這列出三項 任何一項都算 第一項是鼻翼小 因為鼻翼通常很正常的狀況下 鼻翼大的人就比較豪爽 比較大方 鼻翼小的人呢 容納小 也代表他比較小氣 這第一個是鼻翼小 第二個是鼻孔長 鼻孔長起來收起來都非常吝嗇 他不會放出去嘛 你放出去的話 就有點沒有原則啦 借人家啦 或者朋友交際啦 錢財就一直放出去 那第三個呢 是鼻准監 鼻准監呢 就是斤斤計較啦 或者支租必較 一直是很計較在錢財方面 好 我用講鼻子是財博公 所以這一項是對所有人 不一定是對另外一半 不一定是對太太 就是說你如果有一個人的鼻子 有這樣的長相的人 基本上是對金錢方面 就比較小氣了 比較不是那麼豪爽大方 好 那現在我們看第二項 第二項呢 就比較是針對太太了 第二項我們是看嘴巴 因為嘴巴是代表一個人 豪爽大方之外 也代表愛情嘛 嘴巴是愛情公 這時候就針對太太了 好 那針對太太看的話 我們看一下幾項 第一個嘴巴小 那我先講一下 在我們人像學講的 嘴巴大嘴巴小 不是說有比例多大 不像漫畫卡通 漫畫卡通嘴巴大 可以畫到大到 像到耳朵這麼大 那小了小了這麼一點點 那現實中不可能像卡通一樣 卡通或漫畫的那個 嘴巴這麼大這麼小不行 所以現實中我們在看人像學的 嘴巴大嘴巴小 就是跟你的五官比例就可以了 跟五官比例比較 你就覺得是比較小一點 或者一定要講的話 跟你自己的眼睛來比 就覺得會比較小 就是所謂的嘴巴小 嘴巴小剛剛講過嘛 就是不夠大方 你看 不夠大氣 第二個牙齒細也是一樣 牙齒細呢 牙齒一般要寬大一點 如果太細的話呢 就是一項一項要算了 顛筋 那個論量 跟人家一項一項的計較 再下去第三個 人中短或略歪 人中短略歪 那就是不甘願了啦 我對別人可能很大方 對朋友很大方 對是對我前妻 說不定前妻他已經又要結婚了 或者前妻另外有情人 或前妻跟我當時已經吵得不得了了 他我有錢是我的 現在要叫我付出 我不甘願 就是看人中 因為人中代表一個人對別人的想法 對別人的態度 所以這幾項 如果說是嘴巴小 牙齒尖 或者牙齒細 那麼人中比較短的 或者人中略略的歪的 我說的歪是在漫畫裡面的歪 可能可以會這樣子歪下去 但是我們真的現實中 不可能這個人中順著這樣歪 不會覺得覺得略略歪的 大概就是屬於這樣的長相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汪曉飛好了 他的手間一個眉毛 你注意看 他眉毛甚至有點斷 對 中間已經斷掉了 完全後面是散開了 這個汪曉飛 那長得帥我們就感覺是 他有沒有錢是一回事 我剛剛講過是一個態度 對金錢的態度 有時候不是對金錢的態度 有時候是賭氣 對 愛賭氣 弄更彎嘛 因為結婚 結婚的那個上面 還是用我的錢的 上次那個 是沒講的對不對 你其實跟別人結婚 結婚上面的東西 還是我來付錢 你想要這個 我甘願不甘願 我再有錢我也不甘願 好 接著再講一下 他人中略略有點歪一下 你看一下 人中略略的歪 還有耳珠完全是 幾乎沒有耳珠 耳珠是非常的小 然後他牙齒也是小 就剛剛我講的 牙齒很細 但是這是比較的啦 我們這邊看那個 王全人牙齒就不會那麼小 但是汪曉飛的牙齒 就一根一根很細 別看王全人比較胖 其實也是很富 也是很帥 也帥啊 好 然後再下去呢 眼睛來講 一個人也是眼睛大 比較豪放 豪放大方 眼睛比較細長的話 比較會精打細算 比較會算 眼睛細小的人 當然這個不用說都很小很小 至少比例上我覺得 應該汪曉飛是屬於 眼睛是細小的 那我們對到左邊的這邊 王全人 王全人還是眉毛 你們注意看一下 他的眉毛是整個亂掉 散掉的 可以說是有 當然如果說以工作來講 我們看一個人眉毛是 有始無終 因為他是尾巴散開嘛 當然眉毛剛好怎麼樣 我第三項要講到 也是代表對 家人 情人 或者另外一半的 感情態度 那我們 我就看一下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我的這邊的說明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就是我現在講的眉毛 眉毛如果是眉毛短 眉毛短 剛剛講過 有錢沒錢一回事 對太太有情無情看眉毛 眉毛比較短 獲得眉毛現在我講的散開了 像他們這兩位眉毛都散開的 這時候就是所謂的 一項真是我們講的 斤斤計較 對感情方面比較 因為眉毛代表感情 感情方面 對 可以說比較無情 這樣也不能這樣說了 應該說比較是不甘願 所以說眉毛是看一個人的感情 對人家的態度 或者好禮相珍必珍 這是這兩項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四項好了 好 第四項就不是面相 我們用首項來看 因為首項一般比較不容易 尤其是我們公眾人物 我們不可能把他的手拿出來 你手借我看一下 這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們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參看你自己的男朋友 參看你的先生看看 你的手 你的先生 你的男朋友的手 有沒有這種狀況 手上有個地方叫方婷 什麼叫方婷呢 就是我們的感情線 跟智慧線之間的這個距離 正常的話是左邊 正常的話左邊這邊方婷 是蠻寬大的 也代表他心胸比較大 尤其是心情方面比較大 那右邊這個呢 你看一下他比較窄 比較窄就是心胸狹窄 我一定要跟你算清楚 我跟你要斤斤計較 或者甚至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 對我是這麼有愛情 這麼深厚 或者不相信你的生活 現在什麼很結局辛苦 這個我不相信的 所以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種人 就是對另外一半 斤斤計較之外 這種手相 一般人在生意人的手上 比較容易看到 生意人或者政治家 那種真的要斤斤計較的人 他們的這邊方婷 都會比較小 那正常人 麻煩看一下左邊 就是正常會比較寬大一點 那這四項 任何一項都算 我們去觀察一個人 到底他是不是對他的另外一半 斤斤計較 所以有一個人 要在這陣子 相性